Y姐最近很爱逛微博热搜,这天突然看见了这条,嗯,那么首先,让我们来回顾一下,博之姐姐的今天的气鬼神,的天赐神言,不好意思,太美了多放一张。 那么接下来,再来看看超越小妹妹的小脸蛋儿,怎么说呢,杨超越的眼外姐是认证的,标准漫画少女脸模板,又齿又精致,五官也挑不出错,但是也只是少女脸的稚气,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的颜值,跟张伯之的完美脸型五官,黄金比利女神言,甚至连头型都是最完美的比例,根本没法比啊。 要夸自家艺人,也不要随便乱拿我们博之姐姐碰撕大胃,之前,林远也追过一次美过张伯之,外姐就更是百分号的警星AMP,来评评这张合照,经济不说无关,因为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,那就光看张伯之的头骨跟脸骨,就已经吊打一众女明星了。 大光明马尾造型,是最容易暴露头型脸型的,头顶和两边的头骨保不住脸的话,都会显老显脸大。 再看看张伯之,即使老了胶原蛋白减少了,这薄满的头骨和立体的脸骨,还是整个发颜值撑得满满的。 林远的脸骨和头骨比起张伯之都差了一大截,脸骨比较宽,路顶跟两侧头骨都不够饱满。 好在,五官长的令,也是这两年火的粘鱼系脸蛋,说到头骨,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地方,这个部位,对颜值的影响其实是超超超超级大的。 好多女明星发型失败,影响颜值,都是因为头骨没长好。 好头骨要记住三个字,头保脸,那头骨没长好,怎么办呢? 那就只能一只丑了,遭到小妖精们的暴打,别打了呜呜呜,我就开个玩笑吗? 头骨没长好,但是是可以通过发型,在视觉上让别人觉得你的头是完美的。 那今天沃尔姐就带你们认识自己的头型,再学会怎么做最适合自己的发型,让你们简简单单把颜值提升一百倍。 先来了解一下卢柄高度,就是从发际线到头顶的高度,一头包脸为基础,这就是双方包不住脸。 这个高度如果低的话,整个脸比例会失衡,也会带来突顶感,从而显得老和沧桑。 来只观看看卢柄高度不一样对颜值的影响,为什么拿刘天仙来做示范呢? 因为刘天仙的整个头型也是长得完美的,变形的头包脸选手,头把脸包住了自然就显得脸小了,还会带出一种少女感。 大家要记住这个头型,再继续往下看我,那我们再来看看蒂鲁美人的代表。 观直林,沃尔简部说,你们是不是都看不出来她是蒂鲁,因为发型帮了她很大的忙。 蓬松的发跟加复古大波浪卷发,用蓬松度和体积感,来制造假头型。 视觉上鲁顶和两侧都非常饱满,也超级悬脸小,鲁顶低势真的非常显牢显得脸比例不好。 看看离开了一个好发型的塔,别说什么觉得变化不大呀,还是很好看之类的话,那是因为她是观直林。 她立体经,亮的五官,必消了很多头型带来的苍老感,如果换作是普通人。 简单来说,面部就是太阳悬那个位置,连带着旁边的头型都是比较尖道。 上半部分窄,就会显得下半部分的脸大。 砸起马尾真的非常吃亏,整个脸变成菱形。 金高银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,砸起马尾来整个脑壳都尖尖道。 她在这里的蛋卷头造型看似凌乱,却很好地补充了她面部缺湿的部分。 缺湿型的头型缺点是很好挽救的,缺累不拿。 所以她的八字刘海造型,也是遮掩了头型脸型缺点突出五官,颜值刷刷的往上涨。 所以面部窄的宝宝们,可以尝试去把头发垫卷了,亮色做出蓬松感,测分或者八字刘海都是很好的选择。 不想垫疤的话,可以买一个蛋卷棒自己卷哦。 顶级美人李佳心姐姐其实也有头型脸型的缺陷,因为顺骨高圈宽宽,所以显得脸骨比头骨要宽,这就变得头骨左右包不住脸了。 这带来的脸型不流畅的问题会大大影响颜值,脸里佳心这样好看的五官有时候也不能补救,但用头发稍微遮挡就会大大改善问题。 所以她最好看的造型之一就是测分大波浪卷发,用卷发的曲线去中和全宫的突出,还要做出蓬松的体积感来做到头薄脸。 所以说女明星们真的很懂怎么嫌脸小A,发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,小妖精们可以考虑一下曲线,一下发高,或者截一下头发让发亮多起来哦。 而且有没,又发现她拍照的贿赂四分之三侧眼,这样就看不出全部的高低,只突出好看的五官,化型家拍照姿势就能完美解决了,脸型不流畅的问题。 这个小心机外姐已经默默记下了,在这里附送一张美颜小福利,说到这个,外姐就是最佳代言人了。 小时候被妈妈睡了个扁头,后脑勺简直像被刀削过一样,无论是长直吧还是马本都难看得令人心颤。 而一,这都是以完美形象出现的范冰冰,其实也是个扁扁,后脑勺,还有柔诗诗,赵丽颖也都是扁后脑勺。 外姐问了找这几张暴露后脑勺问题的照片,找的是去活着的信心。 女明星们真的隐藏得太好了吧,因为扁头对侧面颜值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 致扁平头最好的发型就是丸子头盘头这一类,视觉上把吹的那一块补起来。 批发的话一定要做好蓬松度和整翘度,或者戴被雷帽这类能挡住后面头型的帽子。 绿球侧面看不出你的扁扁头,注意夹丸子头的时候最好先垫一下头发,卷翘的发丝对丸子头的塑形有很好的效果。 辛辛苦苦讲课,外姐口都干了。 那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,那在外姐的遍美小课堂上,小妖精们有没有一边摸着脑壳,一边判断自己的头型是哪一个,不把脑壳摸到秃鲁皮不许下课。 今天这一天简直就是,教你轻轻松松提升颜值的大大大干货,不用减肥不用卖衣服就能变美啊,还不赶快拿小粉粉,记下,外姐可是会随时检查的哦,那首先要检查一下你们的小手手,别再冷眉。